我妙年眼里啊 除了苏老板 当真是容不下第二个男人了呢 妙年 你不要再开我玩笑了 小二 买单 小心叹心 好 千雪 要不然我们换一下吃吧 来都来了 为什么走 我要吃鸭血菠菜汤 补一补净折的甘养之气 好 你想吃什么 我们就点什么 苏老板也在呢 真是好久不见呢 妙年 对了 去年你给我做的那套衣服 很合身 谢谢 苏老板 何必这么客气呢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看来妙年小姐眼里 这我们苏老板呢 潘先生啊 您是知道我的 我妙年眼里啊 除了苏老板 当真是容不下第二个男人了呢 妙年 你不要再开我玩笑了 小二 买单 这 姑娘 你们这儿还没点东西呢 点餐 我要蟹粉狮子头 杭州东坡肉 竹筒浆花鸡 龙井醋鱼 鸭血粉丝汤 还有 油加臭豆腐 油加蛋黄鱼 姑娘 你们就两个人 点这么多东西 吃不完的 我勒意 我开心 是的 快坐吧 只是不知道苏老板 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而我妙年 又有没有这个荣幸呢 苏老板真是顺利啊 后来今年送来的衣服 这区孙得改改了 亮娘姑娘 平常你就比较忙 事务凡身的 这次 就不用帮我做衣服了 潘兄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好 那我们 荆哲宴上见 嗯 我也很是期待 妙年小姐裁剪的绝世民族 凤凰 好啊 那您就拭目以待吧 阿倩 婆婆 天色这么晚了 你穿这么单薄不冷吗 我不打喷嚏 就没办法找到你 郡公子 为什么孙女婿 好长时间不来找千寻呢 他们是不是吵架了 这都怪我当年做下错事 才引发一连串的误会 但我仍然要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救了千寻 给他家人般的温暖 我此生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不 是我 应该感谢老天爷 把千寻送到我的身边 要不然 我老太婆 多孤单呢 婆婆 你说得对 如果没有千寻 宋明某也会很孤单 郡公子 我以后 都不会再找你了 我不想让千寻再伤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白眼 李白眼 现在受到惊吓 还留在医院里养伤 苏老板 这事儿 你怎么看 李白眼刚到锦南镇 就无故被他的客刀所围攻 而且 他剩下做的那个手工艺品 竟然消失不见 我觉得这两者一定有所关联 这千百年来 物灵很少会做出这种 反噬主人的失德行为 同样是在荆哲宴前夕 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悲剧 那日李白眼出事啊 我去问过子宽 他信誓旦旦地跟我说 他什么都没做 还跟我说什么 天要变了 你说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我要开门 帮我开门 有人来拉了 去啊 你去开吧 快去 快去 苏老板 有人找你 苏明某 不好了 锦南镇要出大事了 锦南镇要出什么大事了 金哲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最近锦南镇市集热闹非凡 我就想去看看 却被我发现一件意外的事情 这把是苏州折扇 你们手里的是军功扇 这把是檀香扇 都是我的得意作品 你们喜欢的可以看一看 质量很好的 价格也很公道 你们可以随意看看啊 怎么回事 这些灰气肯定 肯定 肯定有问题 小当人 你是不是因为别人 不愿意跟你做朋友 你才既肯在心 早要生事啊 天真万确 这是我第一次在物件身上 发现这种情况的 难道说最近发生的 凌雾施主事件 都跟这台黑棋有关 凌雾施主 那你快去看看 千寻在荔枝饭店采访 做膳子的女人 恐怕她有危险 舒燕小姐 我还想问问您 关于机器生产跟手工制作 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现在大家追求的艺术 越来越奢华 复杂 机器生产 在我看来 要少了那些 反扑归贞的纯净之美 你这把扇子好特别 我看好像 是檀香扇 是吗 没想到记着小姐签识货 真的 这把 这把叫檀香扇 日日花香 扇扇鼓声 你知道做一把这样的檀香扇 需要多少道工艺吗 不知道呀 需要十四道 这么多 对啊 没看出来 所以啊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智扇师 一定是最耐得住寂寞的人 首先他们选材 一定会选上等的摊香木 这样 才能让这个扇子的香味 一直保存下来 当然 最重要的两道工艺 就是拉花和烫花 我认识的智扇师啊 一共就三百多个人 能做好这两道工艺的 只有十多个 好厉害 你怎么什么都懂 这天底下 是不是就没有拿得到你的问题啊 当然有啊 比如 怎么让你永远爱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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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